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 我这个视频呢也跟大家说 四个方面的内容 我现在为什么说这一个视频里面说多个内容呢 就是这些事情呢我就想 都让大家知道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知道 我就觉得说呢如果让我只选一个话题的话 我选择不出来 就想每一个都让你们知道 你看啊现在我要说的这四个话题你告诉我 哪一个 是我没有必要说的 好 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呢就是普京 普京在昨天的时候呢 对9月份 俄罗斯要进行国家杜马的大选 他提出来了执政党的五个人选 这五个人选里面呢其中有两个 都是我们中国人呢比较熟悉的 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国防部长 邵一谷 第2个呢就是他的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 这都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个事我为什么说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呢 就是因为这个邵一谷和拉夫罗夫 尤其是拉夫罗夫 他对中国 这段时间呢 是非常维护的 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啊 现在 对中国所 起到的这种在国际上那种舆论上的 维护 别 中国的舆论管用 基本上呢 美国对中国的这些造谣污蔑 俄罗斯他们都会 第一时间都给予他们驳斥 然后呢就是美国的那些劣迹斑斑 对中国有利的 都是俄罗斯 旗帜鲜明的 而且反复的 来揭露美国 你比如说这个病毒溯源这个问题 美国的那些劣迹 一个是他的德特里克堡 还有他什么电子烟 还有呢他全世界开的那些实验室 那些生物实验室 全世界有200多个人实验室 这些东西呢 都是俄罗斯 他们报道出来的 俄罗斯的外交部 从拉夫罗夫 到他的发言人 到他们那些媒体 都非常给力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俄罗斯对中国真的是不保 应该熟悉他这些人物 这个拉夫罗夫呢 是普京重点培养的一个人物 将来如果说他把拉夫罗夫 培养起来的话呢 对我们中国是非常有利的 这一次美国和普京两个人的这个高峰会谈 那在之前的时候 舆论都在说 美国要拉拢俄罗斯 那如果不是俄罗斯的外交部 他们反复的出来说 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外交关系呢 是历史上 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另外呢 他们还说 说美国会不会 把俄罗斯 拉到他们那一边 普京 会不会叛变中国 俄罗斯 他们的外交部呢 就旗帜鲜明的出来说 很幽默的说 我们的智商 要比美国人认为的高多了 我们比他们认为的要聪明很多 我们能够干出那样的事了吗 我们就分不出来谁近谁远吗 我们就分不出来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吗 这都是俄罗斯的外交部 他们就是做的这些 舆论的 氛围 舆论的声势 这件事情呢 我就希望呢 让大家知道 另外呢 我还想说一下呢 就是 美国老是拿那个 纳瓦利内来说事 说纳瓦利内呀 是普京的一个政治对手啊 普京呢就对他的这个政治对手进行打压呀 实际上那个纳瓦利内 他和普京要是相比的话呢 他毛都不是 普京根本就不需要打压他 普京在俄罗斯 他的这个地位 就和习近平在中国的地位是一样的 普京的支持率是很高的 只有普京 才救了俄罗斯 如果不是普京的话 俄罗斯现在 就和乌克兰也没啥分别 对不对 可是呢 普京他执政的这些年以来 使得俄罗斯 又重新走上了世界舞台 仍然是 世界上的大国范 虽然说 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呢 是很糟糕的 但是呢 他在世界上 仍然是一个大国的影响力 这都得益于普京啊 如果不是普京的话呢 他就和乌克兰是一样了 那个纳瓦利内 算个什么呀 那这次的这个拜普峰会 这个记者会当中呢 记者问了好多问题 关于这个纳瓦利内 记者都问了好多问题 普京很正面的 就给予他们回答 关于纳瓦利内搞的那个所谓的反腐败基金会 普京就给他宣布 他是一个极端主义团体 是一个非法的团体 他就借这么一个名称的一个基金会 而实际上呢就煽动暴乱 而普京呢在记者会上还明确的指出来 你们美国呢就太过于双标了 同样的事情 在白俄罗斯去年的那个大选的时候 那那些反对派都冲击了他们白俄罗斯的那个议会 那白俄罗斯对那个暴乱进行平息之后呢 美国就进行指责 但是呢美国冲击了国会以后 美国是怎么样的 美国也打压了 到目前为止抓了500多个 这种赤裸裸的双标 普京在记者会上就明确的给他们指出来 正面的给他们指出来 好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情 你说这件事情不该说吗 好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的反华媒体CNN 不过美国的媒体全是反华的 CNN这两天呢 被美国说是中国新闻网 大肆的抹红 实际上这个CNN呢也非常反华 那最近呢他就造了一个谣 他说中国台山核电站呢核泄露 那日本呢还跟着跟风 要求中国呢对于这个核泄露呢 要给全世界 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中国已经澄清了这件事情了 中国说没有核泄露 没有核泄露 就有五个燃料棒呢 有裂缝 发生了这个裂缝 但是呢经过检测 并没有超标 CNN就说什么呢 说这个台山核电站呢 法国的合作方 因为这个核泄露 就和中国政府呢提出来进行交涉 说中国一方呢不予理睬 然后这个法国一方 这个合作方这个公司呢 就到美国去告状 要求美国进行保护 而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呢 法国一方并没有到美国 去要求保护 法国一方找美国去交涉什么呢 就是交涉台山核电站 中方的这一方 叫中广和 这个中广和呢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被川普 列到了实体清单里面了 也就是说呢是一个制裁 也就是说呢 法国的中方合作方 是受美国制裁的 那法国的这一方到美国干什么呢 就到美国呢去寻求和中国的技术共用的这个豁免 确实是到美国去协调 确实是到美国 但是呢是寻 寻求这个技术豁免的 这个不是中方说的 这是法国的这个公司现在已经辟谣了 中国呢也对CNN这种 捕风捉影 小题大做这种 极为不道德的 新闻报道 提出来了批评 抨击 而燃料棒破损的那个问题呢现在也已经解决了 中国的媒体呢现在报道就是 虚惊一场 这件事情 他本来他就没问题 国外的这些媒体呢就老是唱衰中国 一点点小事呢就夸大的不得了 中国几乎是 所有的那些重点工程 都会被他们 放大 去年的时候 不是还有那个三峡大坝 也被他们放大吗 说是从这个太空当中 拍的照片 说是有裂缝 说什么歪了什么之类的 三峡大坝 打从建好了之后 年年都被他们说 三峡大坝要垮要垮要垮 到现在也没垮呀 对不对 现在呢又造谣说台山和电站 就是不停的造谣啊 好这是第二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就想让大家知道 大家认为这件事情我让你们知道是多余吗 第三件事情的是关于中国的这个空间站的 那大家都知道哈 6月17号的时候呢 中国 把一个 装载由三个宇航员的宇宙飞船 成功的送到了太空站 现在这三个宇航员 已经是在太空站 生活了好几天了 他们将在这太空站 生活三个月 每一天 他们都把 他们在太空的这个生活呢 影像 传到我们地球上来 有很多人呢都非常的关注 比如说第1天的时候呢 然后那宇航员就跟那鼓动那东西 那有人就问了 那是什么呀 跟那干什么呀 然后宇航员的第2天就回复了 说那个是呢 在那接WiFi 然后呢 地球上人就觉得说 哎呀 合着那宇航员到太空去 也跟我们在地球上 搬家的时候第1件事 接WiFi一样啊 造太空站也需要接WiFi 很有意思 我想说的呢 这个太空站的第2件事情呢 是 就是下一批 这三个人回来以后呢 下一批谁去 下一批呢 据说是欧洲的三个科学家 这个呢是在之前2015年的时候 中国就已经和欧洲的太空总署 已经签好了这协议了 这个项目呢在2015年就定了 欧洲的三个科学家 下一批将会给他们送到空间站去 欧洲的这三个科学家呢 他们除了说 在进行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准备以外呢 他们在加紧的学中文 因为他到了太空站以后呢 他和地面进行一些交流 是和中国的这边地面指挥部门 地面指挥人员进行交流的 所以呢他们就在积极的学中文 我认为其实这个呢 好像也没有太大必要吧 中国的地面人员应该也都会英文 但是欧盟的这些呢 这个三个科学家也未必 英文就好啊 还不如就学点中文呢 还多一项技能 是吧 多会一门外语是很重要的 说在这呢 大家有听说过那个故事吗 就是多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大家知道不知道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笑话 这个笑话呢就是呢 这个鸡妈妈带着一群小鸡 结果呢 有一只狗呢就来攻击这个小鸡 然后这个鸡妈妈来了以后呢 就冲着人狗 汪汪汪叫了几声 然后就把那个狗呢给吓跑了 完了以后呢 鸡妈妈就跟那小鸡说呢 你们看 会一种外语多么的重要啊 好玩吗 好笑吗 然后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太空站的第三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呢 我们就知道啊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现在在中国国内呢 各种的 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有关的活动特别的多 因为 七一马上就要到了嘛 这两天呢我就收到好多 网友发给我的这个微信 有视频有图片 尤其是视频 前两天呢就有网友给我发来视频呢 就是 中国的空军 就在那预演 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这些飞机的编队呀 是相当的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那有这个编队 就编成一个100 非常漂亮 还有呢 好多的那个飞机 就是喷五彩的那个烟雾 然后呢 一溜拉起来 就好像 天空形成了一个 五彩的一个大幕布 故事的 非常漂亮 那今天呢 我还收到网友给我发来的这个视频 就是呢 晚上的时候呢 在天安门 放的那个焰火 那就一个漂亮 然后呢 还是有白天的时候在鸟巢那边 也放的焰火 相当漂亮 那焰火呢还形成 100 非常漂亮 好我想跟大家说的呢 不是这个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 建党100周年 我们都知道 织布建在帘上 第一个织布呢 是建在船上 对不对 现在呢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织布啊 建在了天上 就是呢 中国共产党 只要有三个党员 就可以成立一个织布 那现在呢 这三个宇航员 他们就在太空站 正好是三个党员 他们在太空成立了一个党支部 有意思不 同时呢 我想跟大家说呀 现在中国的崛起 而且呢 中国的这种 说世界命运共同体 寻求和全世界 共同富裕 合作共赢的这些理念 现在呢 非常的深入人心 你知道吗 其实呢 在各个国家 在很多国家吧 其实也有共产党的 不光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共产党 在印度也有共产党的 印度这个共产党的人数还挺多的呢 在美国也有共产党 在中东也有共产党 在南美 在非洲 都有的 那现在呢 随着中国的崛起 现在呢 就有一个苗头 又刮起来了红色共产主义风 就是各个国家的共产党呢 现在又 复兴起来了 比以前什么时候呢 都更活跃了 因为他们找到了 这种自豪感 那以前的时候呢 因为社会主义 阵营的国家 纷纷的都变了颜色 等于说这社会主义国家呢 就失败了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 使得共产党员呢 就是没有了信心 即便是有信心 其实也没有了那种自豪感 但是呢 现在是中国 让这个全世界的共产党 又找到了感觉 好这件事情呢 我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下 最后一件 我想让大家知道的那是 就是关于 这段时间以来 备受关注的 中国国安部的副部长 董经纬 他到底有没有叛逃美国的 这件事情 那我们很多的这个爱国党 我们这些 支持中国的 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我们就相信 中国国安部 他们那个公众号 所发的那个消息呢 那个绝对是真的 那个绝对是真的 但是呢 美国的那些媒体 美国的政客 以及那些恨国党们 他们 还是在炒作这件事 那今天呢 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我就在网上看到啊 有新闻里面 我只是看了他们一个题目 我没有看他具体的内容 那这个题目呢 他是怎么说的呢 就说这个董经纬呢 他是河北省赵县人 说有一位 也是河北省赵县人的 有一个网友 咱们就说网友吧 就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 董经纬的这个老乡 说是董经纬的老乡 他要约这个 董经纬吃饭 我就看这题目是这么写的 吃饭干什么呀 可能是不是要证实这个董经纬这件事啊 还有一个呢 就说呀 说现在 不是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吗 美国的那个汉奸议员 他就和香港的一个网友打赌 他说呢 他赌 董经纬就在美国 如果他输了的话呢 他愿意 持续职务 如果他赢了的话呢 香港的那个网友 要捐出来 10万美金 那今天我就看到呢 现在就刮起来了一个 就董经纬这件事情的一个赌博风 打赌风 说是有人发起来了这么一个赌局 这个赌局呢 他的赔付率是5比1 意思是说呢 如果庄家输了的话呢 庄家会赔你 5倍对吧 比如说你压100块钱 那如果说庄家输了的话呢 那庄家会赔你500 是这意思对不对 反过来如果庄家要是赢了的话呢 那你压100的这个人呢 你要给庄家500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庄家是谁呢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董经纬的那个老乡 有可能 因为他要去约他跟他吃饭 然后吃饭的话就能证明 董经纬是在中国的 那你现在呢就可以压 他是赌说 董经纬呢他就是在中国的 你要是压 董经纬在美国 对吧 等他约了他一块吃饭的话呢 如果你压了100 你就输500 如果他他约不到 那他就输了 然后你压100 你就赢500 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我觉得 挺有意思的 我现在我也挺期待的 不过呢我认为董经纬 不会陪着玩这个游戏 尤其是现在这个游戏呢 已经在网上的传开了 那董经纬有可能也知道了 但是董经纬也有可能不知道啊 然后呢他这个老乡 可能会通过趋里拐弯的一个关系 没准会约到他 大家一块吃个饭 然后拍一个视频什么的 不过现在 不过现在董经纬呢 现在应该是很敏感的 对吧 他很敏感 所有的这种公开场合 什么他应该会很敏感 如果陌生人约他的话呢 他会想要干嘛 跟这个谣言有没有关系 好 这就是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情 这四件事情 哪一件是你不想听的吗 好这个视频呢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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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